55岁前小豪全家照,老来更有男人味,大儿子帅气,小儿子不抢他。 要说现在的影视圈中,拍摄武侠剧,偶像剧的大有人在,可是很少再看到僵尸片子了,不得不说林郑英的僵尸很难超越,影片中除了师傅林郑英外,还有两个倒霉的徒弟,今天说的就是钱小豪。 为什么说徒弟最倒霉呢? 因为在僵尸先生中,往往是钱小豪、许冠英扮演的傻徒弟,先被僵尸暴揍一顿,然后才是师傅林郑英出手,钱小豪饰演的秋生,身手敏捷,爱傻小聪明,在紧张害怕的僵尸片中,给了我们放松的时间。 钱小豪是会真功夫的,在13岁时就获得第一届功夫擂台比赛同台奖,而他加入僵尸先生还是因为红金宝的推荐,在钱小豪演艺事业刚开始的时候,有一段时间没有戏可拍,后来在一次普及岛之旅,钱小豪与红金宝相处了几天, 回到香港后,红金宝就推荐钱小豪拍布江诗片,于是就有了秋生。 年轻时的钱小豪长得很帅气,后来不断地出演电影《袁震霞》与魏斯里男一号,其中的演魏斯里的周润发还是佩雪, 于李连杰,于李连杰合作电影《太极张三丰》,饰演大反派董天宝,在剧中他和李连杰的打斗,堪称经典。 在94年,又与李连杰合作电影《精武英雄》,饰演霍原甲的儿子霍霆恩,于蔡少芬领衔主演《十三密杀令》,红了之后,他也向内地发展,但是不是太理想,随后又回到了香港,但是人气已不如以前。 后来出演《默公、车票、关云长、朝败武当》,虽说都是动作电影,但是成绩却不是很理想,自1979年起,钱小豪先后为邵氏及佳和电影公司演出超过90部影片,绝对是上世纪80年代邵氏的当红小生。 生活当中的钱小豪经历了两次婚姻,第一任妻子是郭秀云,郭秀云当时是香港有名的燕星,在88年和李嘉欣一起参加国际华裔小姐选委,她是冠军。 而李嘉欣是季军,两人婚后有一儿子钱景峰,但是两人的婚姻只有三年便离婚。 在01年的时候,钱小豪与第二任妻子邱倩明结婚,两人相恋七年之久,结婚前为了给妻子一个惊喜,钱小豪报名考船员拍照,就想在结婚的时候,开住自己的邮轮和妻子环游世界,可见他对妻子的爱。 两人在婚后也有一个儿子,如今已经16岁了,有网友拍到钱小豪和两个儿子一块的照片,从照片中看到,已经55岁的钱小豪更有魅力了,大儿子完美继承了父亲的优点,长的帅气,翻观小儿子,呃,也不错吧。 这个墨镜戴的,太有男人味了,以大儿子的颜值,进入演艺圈完全不是问题,就是不知道钱小豪是怎么打算的。 是让大儿子还是让小儿子进?还是两个人都进?